最近二手市场以价空间明显增加 楼价有所回落 部分买家按纳不住 把握机会入市减价优质盘 代理反映 日前青衣二手市场单日有近120个业主主动减价 个别减价幅度高达16% 青衣减价盘永远参考 美联信心指数 最新报43.9点 岸周跌7.8% 连跌5星期 美联物业首席分析师刘嘉辉指出 屯门及粉领两个新盘热卖 销情理想 楼市焦点集中一手物业 令部分有意出货的业主减价吸引客源 减价盘进一步增加 导致信心指数继续下跌 创22星期新低 根据美联物业网站的减价盘比率反映 全港三区之中 新界区减价盘比率为三区最高 若以小区划分 减价盘比率最多的三个区分分别是青衣 全湾、沙田 若以单位面积划分 减价盘比率首三位排名连续八星期不变 减价盘比率最多的是实用面积 约431至约752平方尺的比率单位 其次是实用面积约430平方尺或以下的比率单位 仅除其后的是实用面积介乎约753至约1075平方尺的比率单位 中原地产青衣美景花园分行经理李子清表示 青衣青宏院最近录得一中低于银行股价买卖成交 单位为热座中层八室 实用面积506平方尺 采量房间隔 装修新淨 亦付连部分家司及电器 据知单位去年12月底放盘 录表市场叫价680万元 近日有买家看楼后立即还价欠扣 经代理积极协商下 单位最终以508万元成交 实用尺价1040元 教银行股价约560万元大幅低近一成 代理指 买家中情屋院附近配套齐全 靠近港铁站 巴士总站 及青衣城 上纸室内保养得宜 基本上可即买即住 于是扣入单位自住 原业主于2007年 以135万元陆表价买入单位 持货15年转售 账面获利373万元 单位期内升值约2.8倍 中原地产青衣美景花园分行经理李子清表示 分行新近竹城南程湾三座高层市室成交 实用面积488平方尺 两房间隔 单位层数高 景致开扬 亦可享部分为港警 属于优质单位 单位去年中放盘 要价688万元 今年3月降价至650万元 4月份业主移民海外 进一步扩大以价空间 最终以612.8万元沽出 折合实用尺价12557元 较银行股价低约50万元 代理表示 买家为年轻换楼客 数年前买入一个元朗区单位上车 见现时楼价有不错的升幅 加上心仪清衣区 家人亦于数月前买入清衣单位 于是近期趁楼价回调 积极物色减价顺盘换楼 上指楼价与旧居相弱 但面积大百多尺 加上属优质单位 十分合意 迅速以价承接 原业主则于2012年 2月以323万元买入单位 持货十年转售 账面获利289.8万元 征值百分之九十 账面人数证明